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上次讲了很多调解 调解的范围是什么 其实是多阔 我想很多市民跟我一样都很担心 贵不贵 找个调解员 如果很贵 怎么办呢 我们负担得起 一般市民 一般家庭行不行 调解费其实有很多项目加入 例如除了调解员的费用之外 还要找场地去做调解 如果是找调解服务公司的话 调解服务公司也会是收费的 一般来说 场地的收费和调解服务公司的服务费很少 占调解费方面 但调解员费方面就不同了 一般来说是以工作量按时薪去计算的 因此会将这三个项目的数字加起来 但调解因为要双方参与的 而这些费用就会是每方各佔一半的 大家55% 没错 因此比起律师的收费方面 会低很多 还有调解员会不会有一个特定的收费 还是因人而议 或者因个案件 断钟 还是断个案件 明白了 调解员费一般来说都是按时收费的 同一个案件 是 有几个调解员去报价 他报的时薪都不同 因应了调解员方面 他自己的资历 他自己认为他自己的薪酬是多少 去做出报价 正正因为这样 调解服务公司就正正可以协助到客人去选择 适合的调解员 原因是调解服务公司有齐了很多调解员的资料 他们的收费 他未决定选择哪位调解员之前 调解服务公司可以由调解服务公司 就与调解员那边拿去的资料 譬如说调解员对于这个个案方面 有没有利益上的关系 冲突 又可以要求他们报价 这些服务方面就勉强了客人直接和调解员方面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 有尴尬的情况出现 譬如说每个不同 到时我是用家的时候 当我是想聘请调解员 我自己去决定了 反过来又会不会有什么纷争呢 譬如说很简单 我选择一个贵的 但对方又不肯 你选择一个这么贵的 大家的钱又对分 会不会又未开始谈就已经有冲突呢 这个情况很多时候都会发生的 是 法庭方面就会提供一个这样的程序 如果是就调解员的选择方面有争议的 那双方都可以各自提出 或者大家提出 要求法庭方面给个指引 因为现在大家如果有自己心仪的调解员 都想用自己心仪的调解员去做这个调解个案 那他们可以请法庭方面就这样的争议作出一个指示 那好像也好 终于都可以解决了 最重要的方法先去解决 那好了 譬如说一般来说 援助方式又是怎样的呢 一般来说很多的糾纷产生了之后 当事人都很希望能够尽快找人去帮忙 现在坊间有很多机构和调解服务公司 都会提供一些调解的资讯服务 那他协助当事人去了解一下 什么叫调解 以及会跟他们分析一下 究竟你一个个案是否适宜做调解呢 因为很多时候糾纷方面都会牵涉到一些 譬如说是刑事上的问题 刑事上在调解方面是不能够协助帮忙的 原来是这样的 即是都有规定的 是的 都可以提供到意见的 譬如说关于一些法律观点 调解员不可以给得到法律意见 是 没错 所以经过这个咨询方面 调解员亦可以提供到一个服务 和调解 没错 其实是刑事上是否应该要继续诉讼下去 或者要寻求法律意见 还是可以调解 这方面都是可以提供这方面的援助 没错 因为很多时候你一有问题 有时我们很害怕 那当然是第一时间 在哪里可以找到哪里先 即是你们可以分析给我们听 没错 那我就觉得又问一下 譬如你有个案例 怎样才叫一个 今次的和解成功了 还是怎样计定成功与否呢 一般来说 就签到一个叫和解协议书 就已经当成功调解了一个个案 不过不是说 一定要签到这个和解协议书 才成功 很多时候 因为今天调解了 但达成不了协议 但是双方都藉着这个调解的机会 大家认识多些 知道对方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和要求 日后大家都不去再继续进行的诉讼 因为加深了要了解 知道对方的情况 不去继续这个诉讼 都算是成功的 这样的情况 这样也是成功 反过来我想问一下 譬如我真的签了 大家签了 反悔 你现在知道 买东西有冷静期 冷静期之内 他说我反悔了 那是不是可以作废呢 他签了那份 还是你签了就已经是 当这个案件结束了 一般来说 和解协议书 除了双方 当事人要签名之外 调解员都要签 另外如果在调解期间 双方都有律师参与 那律师都会签名 因此这份文件 是具有法律的效力的 嗯 所以大家如果在调解的时候 都要想清楚 你真的愿意接受 然后你就签下去 不要说签了下去 一旦你又反悔 这样就有问题出现了 没错 譬如说 调解员是这么重要 帮我们将一件的糾纷 能够化解 大家可以再做朋友 其实这个理念是非常好的 亦都是在现在这么多纷争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解决问题 一个很好的方法 那怎样可以成为一个调解员呢 譬如说 刚才Simon你说的是一个副业 那他是不是真的可以 供余时间可以修毒到 或者譬如说一个学生 他在他课余再修毒 行不行呢 这样 这样 成为一位调解员 其实就不是很困难 只要你有心 最重要是有心 能够协助到别人 解决问题 这是最基本的 成为一个调解员 他除了接受调解的专业培训之外 他还要考一个 认可调解员之历史 韩国业的专业人士 都可以参加这个培训 这个培训在哪里 譬如想报名 去哪里呢 是大学 还是在专业学院 可以报名 读这个课程呢 现在坊间 其实很多地方 都提供一些专业的培训 调解员的培训 譬如一些专业的机构 有学院 也有的 他们通常来说 都是要有一个 就是学历方面 有一定的要求 是 而坊间通常 都是接受一些 Form 7 的学历 以上的 或者以上的人士 去接收他们 那课程是要读多久 一般来说 现在坊间会提供 40个小时的 调解培训 中数的课程 嗯嗯嗯嗯嗯 哦 40个小时 是的 那是规定你在一个时段 里面要学完 还是说 你可以探长它 你知道在职人少忙 是的 那这40个小时 是有一段时间去完成的 去完成的 是 那譬如说 这些调解员 他们学习 中间会不会有 一些叫 司徒制 Mentorship 那些这样的 课程 其实就是在读书的时候 学习的时候 当然已经有师徒仔 有老师 那问题就是 考试之后 你成为一位调解员 那你有没有机会 去做一个实习 嗯嗯嗯 有很多坊间 有一些 调解服务机构 他们内部 都会有 这个Mentorship 司徒制度 是的 可以给到一些 那间公司里面 那些调解员 平时如果未有 这个 调解服务的 可以藉着 这个司徒制度 就可以学多一些 是 是 Simon 我又想问一下 其实现在香港 现时 对这个行业 的需求有多大呢 因为我看到你 拿了一个表 上来给我们看的 根据这个表 好像在越来越需求大 那样 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好啊 讲解一下 好啊 其实就是 这个表 列出了 08 09 和10年 香港的民事案件的数量 是14万多 09年是14万7千多 2010年是12万9 09年和10年的比较 是低了超过10% 正正这样的数据 我们觉得 虽然我们是没有 这个 调解的个案终数的统计 是没有 不过从这个比较 我们觉得 就是 由于 2010年1月1日开始 法庭方面 就是 鼓励双方当事人 是 先用这个调解去 去做了 看看可不可以 化解糾纷 这个措施是有成效的 是的 可以看到 在2001年 比2009年 是少了10% 是的 今年2011年 可能 还会比数字 会低些 我们不知道 不过 我们估计是很好的 是的 其实这样的看法 真的是 调解服务的 而且确可 平息了很多的糾纷 尤其是 其实有时候 打官司来说 其实都很花时间 很花精神 是的 还有今次 我有些朋友 都因为法律的诉讼 令到自己很疲累 是精神上的疲累 这是最惨 好了 很私人的问题 Simon 为什么你会选择这个行业呢 我认识你 不过我认识Simon是家长会的 Simon是很热心 好像刚才说 一定是很喜欢 很投入 很热心工作的人 你是 什么驱使到你会 那么专注 在这个调解服务的行业 鼓励双方当事人 是 是 我正正知道 比较早一点 是 我在2009年 考取到资格市 哦 考取之后 我和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 他们也是调解员来的 成立了一间公司 哦 希望能够藉着这个机会 将这个调解方面 尽早推广出去 推广社会各阶层 我们公司方面 很多时候都会在坊间 搞一些活动 比如说 搞一些广座 邀请学院 家长教师会的朋友 先理解一下 什么叫做调解 另外 我们公司也会派一些调解员 去社区那里 去做一些调解的讲座 介绍什么叫做调解 嗯 请 我们希望 尽快将这个调解的意念 调解化抖分 是我们的口号 推广去社会各阶层 调解化抖分 既好 一间可不可以给我们做我们的节目的名字呢 欢迎 欢迎 是的 好了 我们希望 由今天开始 我们认识更多调解 是什么 亦都希望大家 不要这么多纷争 在由一个纷争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去调解 等到那个纷争快点平息 大家都心平气 开开心心个日子 好的 在这里 多谢 再次多谢Simon 你来到 希望在我的节目里面再见到你 一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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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